哈喽,我是柠檬,今天我又发现了关于绿毛的秘密,就是那个对着三个电脑,眼睛却从来不会瞎,还养着许多绿色东西,我怀疑他可能是个不法分子,他也是任务中戴绿色耳机的人,我们把他哄到一个更宽敞的地方,方便对他下手,想来想去还是去警察局方便,差点忘了,先把警察给关了。 然后再用小拳拳捶他胸口,我们会发现他的攻击力还是挺强的,我们先去樱花公司上面躲一躲,因为到那时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现在就静静等他来吧,尼玛,好嘛。 可算是到了,大家都看到了,他手上有枪,让我们来分析一下,只有警察才会有枪,而一开始我就把警察关了,所以绿毛肯定不是警察。 而黑帮没有武器,只有黑帮老大有剑,陶子组合工人用的都是大炮,还有他体型那么大肯定不是幼儿园小朋友。 他也不像奥特曼樱花里普通的居民是没有枪的,难道他有更隐秘的身份,他到底是谁? 对此,你们怎么看呢?在评论区里留言吧。